在你做完肺部篩檢之后 会有一位像我这样的放射科医生 帮你看看素描有没有出现斑点 就是一般所谓的结节 这些斑点显示体内出现了一些很多人都有 小小的纤维肿块 单单看素描不能够断定这些斑点 是不是肺部的疤痕 还是有部位发炎 也或出现了肿瘤 因此当发炎斑点的时候 就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接着下来的步骤 视乎肺部篩检所发现的斑点大势和外形 以及素描所提供的其他细微资料 视乎你的素描结果而定 你会得到以下五个结论其中之一 第一个结论是 结果显示不需要担心 No concerning findings 这个代表我们看过你的素描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两年之后你需要再做篩检的时候 会收到信件提醒 最有效的篩检方法是当你定期做肺部素描 检查有没有出现斑点或之前的斑点 有没有出现改变 即使现在没有斑点 但随着年纪越大 患癌机会就越高 就会有机会出现斑点 因此当是时间再做肺部篩检 就要去做 第二个可能的结论是 患癌机会低 Low chance of cancer 意思即是你有少少机会患上肺癌 一年之后你会再收到信件提醒你是时候再做篩检 请记住最有效的篩检是当你定期做肺部素描 这样我们就可以留意着你肺部的健康情况 换言之 当是时间再做肺部篩检 就要去做 下一个可能的结论是 需要做更多篩检 Additional Screening Required 意思是我们留意到你的素描 似乎显示有发炎或者受感染的位置 或者某个部位需要更详细的观察 我们会想三个月后再帮你做检查 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变 三个月后你会收到通知 回来再做素描 下一个可能的结论是 需要跟进 Follow up Required 这样代表你肺部出现了一些斑点 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 这样不代表你有癌症 不过你参与所有覆诊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位肺部专科医生会很快联络你 安排跟进检验 可能会包括更多素描 或者活组织切片检查 活组织切片检查 是由肺部撤走一块小的纤维 进行仔细化验 结论也有可能是 与肺部无关的发展 Findings not related to lung cancer 意思即是 西检发现从肺部以外 周边其他部位有不尋常情况 例如心脏 如果这些部位发现任何不尋常情况 我们会将掃描送到你的主要医护人员那里 他会直接联络你和你跟进 如果你现在有食烟习惯 其中一个对你健康最有益的做法就是戒烟 我明白戒烟不容易 但戒烟可以大大提高森检的好处 又可以大大改善你的健康 外面有很多资源 可以支持你的戒烟决定 想知道多些关于这类资源 或者想查问你的肺部森检结果 请与你的主要医护人员谈 或者上网站 www.screeningbc.ca 且先 lu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